这个小宝宝来的时候 他父亲其实已经找过很多地方了 给他们的方案 无非就是两种 要不就是师父母化 要不就是取折骨 但是对于这个方案 他们就不是特别的能够接手 所以找到了我 然后我们还是按照 创长五一职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跟他们加长进行了沟通 那么在这个手术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比较顺利的 因为这宝宝 它是一个四型的嫖妇母 四型的嫖妇母 现在都是比较大的 但在手术当中 我们做得非常的顺利 按照我们记忆测想 基本上都完成了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来做第二次手术的时候 时间稍微晚了一点 但是家长对孩子整个康复 做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第二次手术完了之后 孩子就可以很快地 就投入这个功能的 这个恢复当中去了 跟宝宝的家长 进行了远程 之后沟通的时候 发现这个宝宝 他自己抓握捏的功能 都恢复得非常快 这个孩子其实做手术的时候 他也并不是特别小 我记得他应该是有一岁多 快两岁了 他比较能够理解大人的意思 所以说他在术后 他能够很好的 迅速地配合大人 来做这个功能锻炼 所以我们又回到 原来那个问题 就是做漂浮母 有时候他们家长会问我 到底晚不晚 其实我们认为 只要说有这个需求 我们都不认为晚 小有小的优势 大有大的特点 只要我们家长 有这样的意愿 孩子有医成的能力 都能够在术后 或者比输签这个功能 和外观上都改进了结果 肯定是比不错 会更加有利的 拯救每一个折衣的天使 感谢观看